有了這個東西之後,我大概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我現在有三個 s of t, h of t, x of t 它們分別的復合承重對應的 h的就是小h的就是大h 我們之前就提過說 小y的話 是等於小x跟小h做擴充 那我剛剛已經證明了大y 就是輸出的復合承重 等於輸入跟系統的 這個復合承重兩個相成就好 所以其他的相對應的關係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兩個系統 經過h1經過h2之後 就產生輸出的結果 那我也可以用這種簡潔方式來跟各位說明 首先如果經過第一關之後的小h 小z 第一關是這個z 這個z就等於h1跟x做conclusion 它也就是大z等於 大h1跟大x兩個相成 另外一組 第二組就是y 等於h2跟z做conclusion 它的輸入是z 那也就是在frequency方面 是這兩個h2跟大z兩個做相成的結果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類推說 那這一項z帶進來 所以整個就等於h2跟h1還有x三個在frequency方面 然後是什麼呢 都是相成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之前大概有類似的操作的運算 我們之前介紹的是conclusion 就是說如果你介紹了conclusion 它則是最後 這個y y就是x跟h1跟h2做conclusion的關係 好 再寫一下 好 我們之前做的是這一個 y 等於h1 和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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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做conclusion 那我這邊只是解釋說 那再做一個函數直接相乘 做一層函數已經很累了 再做兩層函數那更累了吧 那我現在告訴你說 如果你都轉成 Frequency Domain 做 Frequency 狀況的話 這直接三個函數相乘就比較簡單 就不用做那麼曝雜 現在我們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 Time Shift 時間平移這個系統 它的 Impulse Resound 就是這個小H函數是什麼 它的 Frequency 狀況是什麼 Explential 負 JωT 好 那我們剛才解釋 這三組的關係是 就等於輸入的訊號跟系統的訊號相乘 輸入的是大 S of Jω 那系統是Explential 負 JωT OK 所以你就可以拍一句 得到這個結果 那你記得我之前有講過一個性質有沒有 X of Jω 前面乘上Explential 負 JωT 那這個意思在 Frequency 狀況裡面 乘上一個這個東西 等於在 Title面平移一個D 對吧 所以它的 Title面 就是等於輸入這個訊號平移一個D 其實你也可以去畫一下這個函數 它的 Matthew 跟它的 Base 它的 Matthew 等於 1 它的 Base 等於 1 它的 Base 等於 1 它寫了一段式負 JωT 可以去畫一下 那它意思是什麼 這個函數 畫出來這個意思 這是 H 的 這意思說 如果你今天輸入的訊號的頻率 如果是 0 就是 S 輸入的 Omega 等於 0 那輸出的結果 Omega 是 0 的話 它只是 1 所以它高度輸出的結果是 1 那它的相位小是 0 所以等於是沒有變化 那也就是沒有 delay 譬如說你今天輸入的訊號都是常數值 你如果輸入的訊號是 Omega 都是 0 表示你輸入的訊號是常數值 既然是常數值 所以你有 delay 沒 delay 輸出的結果都一樣 那意思它的 Matthew 是 1 它 Base 是 0 所以沒有任何的延後延時 反過來 如果你今天輸入的有 Omega 等於 1 好 就在這裡 然後它這邊是這裡 Omega 等於 1 表示 你輸入的頻率是 1 的 cos 或 3 Omega 等於 1 你產生的結果就是 輸入的大角的變化還是 1 就是你今天輸入的形狀是怎樣 輸入的形狀還是 1 然後這邊有一個負的角度 負的角度代表是你延後時間器 延後時間再輸入的 所以這個頻率的時候延後這裡 頻率如果高一點延後就久 頻率如果再高一點就延後再久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這邊就會看出你 之後延後的頻率的時間的關係是誰 那完全可以由這個 H 的函數來跟各位說明 另外兩個例子 如果你有一個微分器或一個積分器 那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丟入一個系統 這是微分的時候 那你輸出就是輸入了這個訊號的微分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積分器 那你就是輸出的結果等於輸入的積分 那這兩個系統分別代表意思是什麼 那我們第一個可以去算 如果你知道你的輸入跟輸入之前 現在的含數是這樣 y of d 等於 x 的微分的話 那你分別兩邊都做 Furge of Form 左邊就是大 y 右邊就是大 x 前面在層上 j omega 因為它是小 x of d 的微分 所以它等於大 x of d 你就沒有微分那一下 那這關係你就可以知道 這就是h 所以h就是j omega 所以微分的大 h 含數的關係 就是j omega的特性 再來積分 積分就是這個 那一樣你把兩邊分別做 所謂的Furge of Form的關係 那我會知道說 它中間的 它的那個積分的小 x of d 就是 u of d 那小 u of d 的Furge of Form 就是這一項 我們已經今天做了好幾次了 就是j omega分之一 然後加上h of delta 那因此 我會算出它真正output的話 就是 這一項去乘這一項 就大 x 去乘一項大 h 那就把它帶進去 然後帶進去 得到下面這個關係 那這個事實 我們剛才也算過 剛才在前面的前一個階段也算過 一個積分的式子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按進去積分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是 沒有積分的egg Furge of Form 除以j omega 還有沒有積分的這個Furge of Form 在omega的能力的時候 然後在乘上pi 還有delta 這個事情已經看過第三次了 這是我們之前有算過的 這個關係式的結果 那這是 回分跟積分的這兩個操作 或這兩個系統 所代表的意義是怎樣 那我這邊其實要強調是 那則代表這個系統的 頻率的特性 就是這兩個 h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函數的關係式 這個就是 當你們設計一個系統的時候 你要知道那個 大 h 的頻率的特性 那為什麼要知道這個東西呢 因為 我等一下要做一些運算 比如說 我想設計一個叫做 ideal low path 一個叫低通率波器 那什麼叫低通率波器呢 就是 在頻率上來講 我希望在兩個 低頻 就是負 omega c 到 omega c 中間 讓它是1過去 就是沒有變化 它進來多少就是讓它多少 然後大於 omega c 或小 f 就比較高的頻率的時候 我讓它等於0 那就是不要讓它過去 那像這樣的形式 就是一個ideal low path low path 講的是低頻 low 是指頻率的低 low 是指頻率的低 low 是指頻率的低 path 是低頻讓它過去 那我剛才畫的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 其實你可以考慮就是0 到 omega c 因為它其實是貴稱 這個低頻的地方叫past band 就是讓它通過的頻率 大於 omega c 叫stop band 就是不讓它通過 就讓它等於0 就讓它過去 那這個方波 寫出數位的事情就是這樣 那這是frequency domain的特性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的系統 你希望去做一些訊號的處理 特別是針對高頻跟低頻的訊號 去做我們叫做濾波的特性的話 像這種低空濾波系的話 那你會設計的這個h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看一下它開方形 或是什麼 那你可以做inverse version 算出來 就是e 介於-ωc 到 omega c 中間是e 所以這乘在影響中 就是正的j omega d 然後以 omega 除以2π 那這一算 比較一算就是sync的punction 畫出來就是下面這個 所以畫出來大概就是下面這個 sync的punction這個函數的東西 我們之前已經做過很多例子 就是那個方波的inverse的fluge 然後再開總面就是這個函數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你開總面的函數 所以這是這顆的小HOP 所以你的輸出呢 就是輸入的訊號小XOP 跟這個小HOP做公共的路線 然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是一個idea low-pass builder 但是這個idea low-pass builder 就是idea low-pass builder 就是idea的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為什麼? 注意看這個函數的關於小HOP 是這樣子 它是不是carlow 就是有因果性 你想像HOP 就是只有在Ti0才有值 Ti0才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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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HOP 那它想附的有值 所以它要用到未來的時間 的資料 對不對? 它要用到未來的輸入 才有辦法產生一個好的 好的 輸出的 滴胖的 綠波的結果 那這個不是一個cuzzle的東西 所以這是idea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不要時間 不要即時 就是把時間 你把聲音錄下來 那你可以offline去做處理 就可以真的去做idea low-pass builder 或者是你處理的是空間 像底下 這個位置跟左邊還有右邊 前後的位置兩個做處理的話 你可以做這樣的運算的東西 所以idea low-pass 這種idea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介紹 因為它實際上還是可以做一些應用 但是在即時的 系統上面來講 可能沒辦法做任何進一步的處理